想知道轻能发展 除了中兴电 台湾还有哪些厂商跨入这个商机吗 看节目啰 哈喽 大家现在感受到冬天到了 一整年其实都被俄乌的议题影响 导致能源非常吃紧的欧洲 现在就在过冬比较难熬 来 那大家团聚的同时 当然要有足够的能源取暖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除能就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议题 其中呢又有水资源分解出来 没有任何碳排放 号称中级洁净能源的轻能储存 更是重重之重 好了在8月这一集 除能大未来的第三集中 我已经跟大家提醒到了 就是1513也就是中兴电 他有投入轻能跟除能这个产业 当然呢台湾不是只有这一家 今天呢就跟大家来深入了解一下还有哪些厂商 那看到上个礼拜欧盟他宣布从明年10月起要对部分的进口品特征碳关税 那为了避免未来被瞌睡后除了太阳能风力发电以外 开头刚刚跟大家提的中级捷径能源 这个绿色氢能就被视为未来非常重要的能源之一 重点啦能源使用又有尖峰跟离峰的时间 所以换句话说除能也非常重要 那相对于其他的除能技术除氢的原料他是比较容易取得 而且呢能源密度高稳定大型的储存设备成本比较低 让氢能可以成为就是适合长时间除能的选项 那如果发展成熟当然未来有机会取代化石燃料的 那我们台湾呢在这个方面也有计划 国发会呢就在今年3月正式的公布台湾2050年净零排放路径 还有策略的总说明提供至2050年这段时间净零的轨迹与行动的路径 其中里面揭露了氢能发电到时占比要到9-12个百分点 那再看到经济部成立了氢能的推动小组 未来会订定氢能管理的专法 工研院也提出我国的2050氢应用发展技术的蓝图后 将以减碳为目标朝强化技术应用 还有完备运储设施还有拓展进口氢气的来源 这个三个大的方向前进 但是呢目前台湾气体公司供应的氢气是灰氢 也就是传统的化石燃料 如天然气重组获取的氢气 而我们呢目标是零排碳嘛 要完全使用太阳能 风能 还有再生能源裂解水为主的滤氢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喔 但是问题就是滤氢的成本很高 为什么勒 最多是灰氢的七倍 七倍耶 这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 现在我灰氢给欧盟客个税可能还比较便宜 所以呢滤氢是需要时间还有更先进的技术 去把成本降低才可以 好那当然讲完了我们台湾整体的氢能发展 那台股当中到底有哪一些的个股 跟氢能还有除能有关系呢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开始提到的1513的中芯店 它后大概从2008年开始发展氢燃料电池事业 上次我已经提过了内容 希望大家再回去来复习一下 因为中芯店明年非常有追踪的价值 好那前面讲过官方有2050年时的目标 而中芯店呢已经跟1310的台本合作 先在台本的高雄厂发展鱼氢发电 那年底前呢要完成2MW的释放 希望可以比官方2050年的目标来得快 当然呢在后年要建置总装置容量 高达20MW的石鱼座氢电厂 到时候鱼氢发电的目标占营收的比重 将突破二位数 上次呢我也跟大家提过 轻能的华雅园区APPOS那边准备拿来生产 二三四轮的低功率氢燃料电池的契机车 而且初估将陆续进入量产的阶段 在相关认证通过后 它会积极去供东南亚还有印度的市场喔 再下来是天羽 那天羽就不是布袋系喔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天羽的产品是从电源类为主的 从大家常用的行动电源充电器到电动自行车 电动巴士甚至除能柜 基本上呢就是从小储存到大逐存 从小到大都是天羽的业务范围 那目前呢它是台湾除能电池柜出货量最大的厂商喔 近期呢除了和协同能源工研院绿能所还有联合大学共同开发的 每小时20万瓦的户外型可扩充式的除能电池系统 这个呢已经通过了相关的电池性的测试 成果是非常不错的 近期又和乐视 这个乐视不要想是洋芋片喔 它是一家绿能设备的公司 就是签署了合作的备忘录 共同开发符合消防安全指引的除能货柜系统的产品 提供AFC还有太阳能啊 余电共生这些再生能源的市场 未来有机会 它也有可能在轻能除能方面 那同样后挂在网络通讯的这一块后 除了天羽以外呢 还有像盛达后也跨进了除能 这个大家可以稍微留意 那最后这里后是大家比较意想不到的就是返旋 习惯上大家已经把凡轩和台积电的设备商画上等号 不过呢凡轩早在去年就和工研院的雅氢能源合作 一起组成氢能发电的团队 凡轩将负责氢气回收管路的建制 周边系统还有半导体氢回收的模拟系统 希望可以抢供后台湾低碳氢能这个应用商机 凡轩也认为台湾一年是数十亿立方米的工业副产品的 雨清量哦如果能全部可以回收作为发电供应 这个估计可以提供数十亿度的电 哇好强哦想象都很美好对不对 这样凡轩就觉得太好了数十亿度电 尤其后他的最大客户台积电在南科18厂的5奈米制程 首度全部采用EUV的制程 接下来更新的制程的新厂也会用EUV的围影制程技术 大家要了解EUV的运作的过程中会产生非常多的什么 雨清 所以呢如何可以循环再利用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凡轩这次合作是会有具体成果的话 也可以帮助到自己大客户的台积电啦 那今天呢节目跟大家介绍到这 上次只是在介绍中芯店后稍微提到清冷及除能 那我们今天特别用一集比较详细来分享清冷跟除能 在台湾的发展希望呢对大家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那一样看完影片记得帮延细按个赞尤其是按个订阅 那常常的上来看一下产业上的变化 相信长期累积下来后对大家的操作一定有帮助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ispielsweise